本期话题,皇帝多是短命鬼,今天呢,咱们来说说中国古代皇帝的生命问题,有人对中国古代所有皇帝啊做过统计,有明确计料记载的呢,生竹年份的呢,有209个皇帝,哎,是有生竹年份记载的,这些人呢,在当时可以说是享受到最先进的医疗技术,饮食方面也是由顶级厨师进行烹饪,就算拥有这样条件的皇帝,能活过80岁的, 在这209人当中也就细位,还不足20岁就驾崩的就有31个人,这皇帝平均秀明算下来啊,也就是39岁,哎,比不少朝代就民间老百姓生活在困苦生活,老百姓的平均年龄还要低,说这么来看呢,皇帝这个企业看似光鲜亮丽,其实是个高危严权,大臣呢,割头的时候啊,高呼万岁,这万岁两个字在今天看来是相当讽气, 那为什么古代皇帝短命贵多呢?今天就给大伙分析分析这个事儿,首先,导致皇帝命短的原因记忆啊,就是工作压力,大过劳死,稚固一来呢,你想受什么样纯利,就得履行什么样义务,这谁都无法避免,连皇上也不理完, 你身为异国基主啊,每天呢,大臣们上的这个纽折啊,对得跟小山一样高,皇帝就得亲自去干,而朝堂的事情,国政都得需要皇上打理,你拿秦始皇为例,咱们都只记得他是千古一帝,你没想到这名号后边是多少个日夜勤劳不出,他每天阅读纽折都是以亲来计算的, 为什么论金呢,当时纽折是竹简,那时候纸还没有诞生,这种竹简呢,咱这么说吧,秦始皇一天至少要看120斤的竹简,就一个整滚的竹简一斤,秦始皇一天又看120个这个竹简情上的纽折,这个不是个小数目,你看明朝开国皇帝注演章,但是他批阅纽折的时候没秦始皇中了,有纸了吗,但是一天也足足有两百来分纽折, 你把这两百来分看下来,你肯定都得头多大,何况你还得做出积极判断,你还得批示呢,这工作哥,现在来讲就太烧脑了,你再看清朝最著名的工作狂,庸敬狂的关于他说,他一辈子批就者啊,13年啊,批就者写的字有一千万字,你说这个数据你听听,你说他能不类是吗,你现在很多穿越剧里边写说庸正啊,一会和这个摩尔泰若西特, 谈恋爱,一会又与秦砖纠缠不清,一会又振欢怎么的,这太不负责任,别说压嘎就没这些人,即使有雍镇皇帝也没功夫跟这些人折戴,他还得批就者呢,所以雍镇一年365天就些两天,一天是大年初一一天使他过生恩,他得干363天,你算算,能不过老死吗,这,除了辛苦批阅就者呢, 有些负责任的皇帝还习惯凡事亲力亲为,一个人干所有人的活,久而久其就其劳成几,这其中有这么一位,就是姬治通鉴的最后一个主角,谁呢,周世忠,柴勇,他在位就五年半,去干了别的皇帝30年都不一定干完的事, 结果,39岁就烈死了,这个周世忠刚上台的时候,豪情万丈,没有什么打仗经验,居然要率部队御驾勤征,大臣都反对,结果他一意孤行,真御驾勤征,他就赢了,就周世忠,柴勇这个人呢,非常聪明,学什么像什么,你看他在枪林弹雨当中都如此不要命,那平时工作你更能想象他是什么样的拼命山朗,而后周的大小竟是, 都有周世忠自己来决定,文武百官,只能听令照办,他先后武器领兵出征,每次都亲历轻微战斗的第一线,他终明到什么程度呢,有一次,柴勇率军打算从水路进攻南唐,但有段河道没法输冬,将领就禀报说,河道一旦被绝通了,河水就得倒灌,也没法安全施工,柴勇就亲自跑到河道边营究琢磨,结果几天之后传下手谕, 这手谕里面有详细的西攻方法,工匠按照这个来实行的,果然安全疏东河道,大军得以出征,你说他是个水利专家,柴勇除了亲自出征了,还理贤下士,及其普通老百姓,只为地下的人上书,他也亲自确认,布局一格提拔人才,当时有个叫赵守卫的,本来是一个屌丝村民, 就稍微读过点书,就是因为读不上书啊,直接找柴勇,被柴勇接见,直接就当过,这让很多大臣都目瞪口呆,那么柴勇呢,嫌士兵不够勇猛,都是老陆病产,所以找了一帮土匪强盗,一帮网命徒, 然后他亲自挨个面试,凡是身手敏捷的就面追,还是他们成为积极的亲兵,他去修筑宫殿的现场监工呢,发现农民工啊,稀饭吃不饱,连餐具都没有,说回来谁把负责人给斩了,就这具体设都管的,甚至连毕马温的工作也管的,专门下教书说把那些鹅,已经生病老弱的马匹送到牧场,让他们一养天年,你看这使他都管, 所以,在位短短五年半时间里,他真干了太多的事,经历自选人才啊,军定填赋,整顿禁军,献祭佛教,奖励农耕耕,恢复朝运,新修水利啊,修订行律,立法,考证雅乐,修订科举弊端啊,搜集艺术,雕刻古籍,大兴文教等等等等,这做的很多事都是超越了前人,而,是算得上非凡之举,所以史书记载的竟是无大小, 街心觉,百官秀成于上而已啊,什么事他都自个儿干,我百官,就是你听命就行了,所以,人无论经历多么旺盛,你毕竟是肉体凡呆,经不起年复一年,一夜超老,所以,才容死时候才三十九岁,所以这类的皇帝为什么是短命鬼,过老死? 接下来呢,咱们得说皇的短命第二个原因,那就七仙丹中毒死了,就有很多皇帝相信七仙丹可以强生不老,最后中毒,咱们得十四九十说,在中国古代皇室为了保健血种存症,相当一部分人呢,会采用近亲结婚的方式延续家族力量,现在咱们都知道,近亲结婚生下的孩子,会有很多心理缺陷和遗传疾病, 可是当时的人不知道,所以面对疾病和死亡呢,往往会用迷信的方式寻找答案,一些皇帝呢,为了增加寿命,甚至长生不老,迷信于仙丹,在各朝皇帝当中啊,对仙丹最为迷恋的得属唐朝的皇帝,以比方说唐玄宗里纯,唐木宗里恒,唐我宗里延,唐玄宗里臣,都是因为扶仙丹早早把命给丢了,但是唐朝皇帝这方面而前车之鉴, 也没有被后来的皇帝戏取,宁朝的嘉靖皇帝朱厚冲那是最喜欢,其实这个仙丹的这嘉靖皇帝从小体弱多病,为了长生不老,他迷恋上道教,二十年不上朝,整天琢磨练丹,结果就因为这练丹,他差点被宫女给杀了,他有一天他睡觉,睡一半的时候呢,进来十多个宫女,这些宫女你看一个个娇滴滴,下手挺狠,拿着大绳子, 把绳套套到嘉靖皇帝伯纪上,然后两恶母胳膊,这俩安腿,这俩五背起,这俩五大嘴,干嘛要把皇上乐死,可这些宫女没有杀人经验,你乐人那个绳迹你得套得活扣,这才越来越紧,结果这些宫女给寄个石头,把皇上乐得起叫唤,跟杀猪似的,没乐死这功夫呢,手底下人进来了,把宫女给打倒了,把皇上给救了, 有人说这宫女是欺了怂心,吞了爆胆了,怎么敢杀皇上呢,这都是仙丹也的货,前面咱说了嘉靖皇帝好恋丹,也不知道哪个老道给他出的主意,说恋丹有两样要最管用,什么呢,一个叫秋石,一个叫红尖,什么秋石呢,就是用铜蓝的尿熬练成像衣一样的结晶体, 这叫九石,红尖是什么呢,这更狠,用处女的月经穴,熬出来的,这家境就信以为真了,就从那,呃,这些还是处女儿,宫女身上采月经机,用量也挺大,怎么办呢,他听老道的给宫女骑要干嘛呢,提前这些宫女的月经机,而且让他们多出血,你说这宫女得多遭罪,最后一看算了吧,与其这个让他一点点弄死我,不如我把它 他弄死,于是就上演了宫女杀皇帝的精彩一幕,但是这家境没被乐死呢,他也没从这当中汲取什么教训,他炼丹都走火入魔了,所以后来呢,家境皇帝长期服用丹药,这个不管是红尖丹还是秋石丹,它都不是人体纯粹的排泄物,它是里边还加上朱如金,是,签这些金属,所以服用之后呢,对人身体毒害很大,家境皇帝长期服用丹药, 慢性中毒,结果最后一命无辜,他虽然没死在宫女手里,却死于宫女精蓄炼制的丹药上,这也算是报应,而除了过劳洗期先丹中毒以外呢,导致皇帝短命的原因之三呢,就成名女色,重于过度,历史上因死而死的皇帝不在少数,少数都有几十个人,因为算府疾病,接末都是王臣,你天底下女人都算是皇帝的,所以就皇上,他要是喜欢女人, 女色呀,那是管够的,你看,明我中诸欧赵,就有名的静的皇帝,就是中国古代帝王当中玩弄女色最有花样的皇帝,明我中这重情声色,达到无以复加的天风,他是有爱无类,也有性无类,只要是美女,只要另拿心动,你管你少妇,幼女,孕妇,纪妮,她都想要,都想尝尝 什么机位,来满足自己无穷的好奇心和言语,这个明我中呢,大兴土墓,翻修宫殿,建了两所多层的宫殿,两厢设有密室,叫报房,这报房里边就有两只金钱包,其实养了更多的众多美女,这明我中大展送风,一以继日在这里挖天酒地,重情人乐,这还有那几个专门擅长奉吟的管理, 而,见这个明我中对宫中女人玩意了,就给她收落十二个圣母,圣母什么意思,就眼睛带颜色的,就现在中亚呀,哈萨克斯坦呢,西亚伊朗一代女子寄献给皇帝,哎,你看这地方女子能搁上我啊,而且抑郁风景啊,明我中仙特别喜欢啊,觉得特有味道,特有魅力,她觉得十二个太少了,她要多多益善,所以呢,就下纸把朝中 大观家里所有的圣母女子都招进包房,而攻打瘾了,那么说,猪欧照这精神头能跟上吗?不是说她身体好,她是仗着撞氧药的威力,猪欧照外旋时,有两样东西不能少,一个是厚公平妃,一个是撞氧药,哎,女人不离教,信要不离神,走哪站那?那么云我中众多历史英文当中啊,咱大伙可能最熟悉的是郑德丽夏江南系里风景, 那那是编的真实呢?这得说她跟太原妓女刘美人期间那一段,明我中是怎么认识太原妓女刘美人的呢?这不得不说这个皇帝的另类暗号,威府释访,她这威府释访啊,可不像说康熙威府释访,她这威府释访出去其实不干都是正事,啊,基本都是到民间呢,去恋恋去了,在1518年呢,第四级威府释访出巡的明武中来到太原,而, 她到太原也没有什么静寂与瞬间,值得留在青史上,她到太原干嘛,其实就是气和晚乐,经描淡写的过问地方事务之后呢,她就原形毕露,和以往一样的广锁美女,在众多美艳的歌迹当中呢,明我中找到了她一生当中最宠幸的女人, 这就是呢,当地的岳户,刘良的女儿,也是晋王府岳功赢腾的老婆刘美人,她就把这个涉喜双绝的这刘美人留在寂可身边,一也不离左右,这明武中,喜欢到什么程度呢? 有一年呢,宁王朱成豪在南昌发动叛乱,其实当时王阳敏已经把局势控制住了,把宁王叛乱呢给摁住了,但是一意不醒,不听传臣主见明武中,非要亲自出征过过眼,过过打仗的眼,出征前呢,率军先行的明武中跟刘美人相约说, 我随后接你到军中许醒,这刘美人就拔下头瞻了,作为使者的信物,不巧呢,这名头瞻在炉垢脚丢了,不见信物呢,刘美人对迎接他的使者耍起脾气了,不去,于是明武中呢,丢下南京大军,不过就也兼证,乘小船回去亲自迎接刘美人,那么从南京返回北京的途中呢,这诸后照啊,流炼水箱秀丽景色,一路上捕鱼设验, 但,雅兴十足,走走停停,结果呢,在这个青江,乐极生悲,他杀完捕鱼的时候呢,跌到水里了,虽然没淹死呢,就惊吓生了病了,这时候已经被射于逃空身子的这个明武中啊,有点经受不住了,哎,在祷告天地的时候呢,一口血喷出来,吐在射几坛上,最终呢,明武中呢,没来得及给刘美人留下任何明慧与封号,就病死在他的报房当中, 后来这刘美人也不知所终了,就历史上也没有记载这刘美人的下场到底什么样,所以明武中呢,就活了三十一岁,可以用西西无度四个字概括,他一生偏爱美吃到这种程度,那这荒囊皇帝之名啊,也算是名副其实了, 所以我们看皇帝这个职业呢,看世光纤,其实问题多多,还是那句话,享受什么样的权利,就得履行什么样义务,如果你权利不受约束,你想干什么干什么,这不见得是什么好事,因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,往往你就会有着积极的性质来,而人不约束积极的欲望,脚碗是会出问题, 所以你从皇帝身上也能看到,我们现在有的人觉得春风得意,不受约束,想干什么干什么,其实这往往信你着实的开始,